如果出现木红掩饰,咽喉前痛,鼻腔热轰,口干口臭以及烂嘴角,流鼻血,牙痛等症状,中医认为是上货了。 不管是什么器官上货,都要大量喝水,就是不上货也要多喝水。 最好加点蜂蜜,蜂蜜滋音非常好。 再就是晚上泡泡脚,搓双脚各一摆下,点暗涌全血,这样可以起到心肾香蕉,阴阳平衡的作用。 上火了,如果知道是那个器官上火了,有针对性的治疗,当然效果会更好。 不同的火在舌头上的表现也不一样一,舌尖红,心或下主心,因此下天心或会旺。 如果舌尖红,伴有烦躁,口干,口舌生疮,睡眠不好做噩梦,手足心热,到汗小便是热发黄,大便干等症状,就可能是心货。 解决方法,喝莲子心茶,暗柔或爱酒大铃血降心货。 2. 舌两侧红,干或有干或食,舌脂也是红的,但主要集中在舌的两侧,此外还有,性急易怒,失眠,头晕目眩,面红掩饰,口苦口干,耳聋耳鸣,舌胎黄薄,胸鞋痛,大便前结,乳头痛痒,月经提前量大。 解决方法,喝菊花茶,暗柔或爱酒太充血降肝货。 3. 舌前半部分红,肺火肺火表现为脸有结子,鼻干厌干疼痛,咳嗽胸痛,干壳无痰或痰簧而黏,睡眠不好,舌头前半部分红,清肺热的一个好方法就是生吃几个白萝卜,汁里也有清肺热,润肺的作用。 排药通腹气,这时早晚各揉腹一次,每次5分钟。 解决方法,喝菊银花茶,暗柔或爱酒大鱼济血降肺货。 4. 整个舌头红,胃火胃火重表现为,凡热胃痛,口渴口臭,牙痛,牙瘾肿肿烂,牙萱出血等,想喝凉水,容易饿,整个舌头比较红,有时舌红抬黄,黄色。 把红色把红色覆盖了,就是胃火的表现。 解决方法,喝苦丁茶,暗柔或爱酒内停血降胃火。 5. 舌红少抬,肾或如果舌红少抬,腰酸吸软,发脱齿肴,口干,耳鸣,有时睡眠不好等,可能是肾音不足。 6. 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热扰心神,出现心烦,倒汗,手脚心热,多是阴虚火旺的表现。 7. 严重者舌头更红,没有胎或扫胎,可能是一层薄薄的黄胎,表明有热出来了。 8. 解决方法,喝蜂蜜菊花茶,暗柔或爱酒照海血降胜祸。 我们的器官上火大多数是由于我们自身的生活习惯引起的,一天要喝1500毫升到-1700毫升的水,相当于普通装的矿泉水三瓶多。 8. 夏天来了,更要多喝。 9. 酱火配方茶1,玫瑰白勺茶适用症状,舒缓胸闷,烦躁。 9. 材料,玫瑰花,白勺各三克。 9. 功效,玫瑰花可行气活血,理干气,解育。 9. 白勺平干养阴,意气除烦。 2. 金银花枝子饮适用症状,痘痘问题,浅眠。 3. 材料,金银花,枝子各三克。 9. 功效,金银花可散热解毒,凉血及消炎。 3. 枝子清干泄货,镇静除烦。 3. 柴壶干草茶适用症状,口干舌燥,嘴破。 3. 材料,柴壶,甘草各三克。 3. 功效,柴壶能输干解热,镇痛消炎。 3. 甘草有助于清热解毒,意气生精。 4. 菊花薄荷饮适用症状,眼睛酸涩,偷痛。 3. 材料,菊花,薄荷各三克。 4. 功效,菊花聚瓶干明目,解热养阴功效。 9. 薄荷树干解浴,清历头目。 5. 莓核蜈是夫妻,最 nurse 酷她们了解热,顶月道。 7. 拉得明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